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宇杰 我是苏宇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That girl 我觉得可能有人想说 什么 That girl 什么是That girl 哪个女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That girl 那That girl它其实是一个 从TikTok还有YouTube上面 开始红起来的一个话题 然后这个话题会红呢 就是其实大概从三四个月前吧 我就发现我的 YouTube推荐页面上面 出现了一种影片 那个影片标题 通常是写说 五点起床的生活 然后你就想说 我来看看每个人这样 五点起床是为了什么 点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 就是他们每天五点起床 起床之后 他们就开始准备 制作自己的绿拿铁 那绿拿铁其实就是 像类似综合果席 但是因为会加蔬菜 所以会是绿色的 吃非常那种 很健康的食物 然后他们每天 都会很规律的运动 然后他们的时间 好像都被分配的很刚好 他很知道 比如说十点到十二点 他就是要念书 然后一点到三点 他要可能做运动 然后四点到五点 是可以放松的时间 他放松是做什么呢 不是看剧 是看一些对人生 非常有用处的一些工具书 然后可能就是做更多 写日记啊 然后冥想啊之类 就是过着那种 大家看起来 很有条理的生活 那简言之就是一个 比较像是现代女性 可能会很理想 希望可以成为的 一个人生胜利组的样子 因为这些女生 她们通常就是身材 保持得很好 然后也非常漂亮 然后有自己的交友圈 不管她我们在工作 或是学业 她好像都可以 很好的找到工作或学业 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所以是让大家向往的 那这种人 就被称为That Girl 对然后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podcast 然后他们也有讨论 That Girl这个主题 然后我记得 我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他们就讲说 以前在电影里面呢 That Girl会出现 都是因为大家 很讨厌某个女生 她也许是很漂亮 也许是功课很好 可是大家讲那句话的时候 是有一种 真的女的很讨厌 就是通常以前是有一种 羡慕嫉妒恨 就是带有负面的意思 去讲这个女生的 可是现在大家是想要成为That Girl 对就是以前可能是说 欸你知道隔壁班那个女的吗 她早上五点起床欸 对 那现在就是 你知道隔壁班有个五点起床的女生吗 她的生活看起来很有条理欸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反而就是 把这句话变成是一个 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然后如果大家就是跟我们是同一个同温层的话 也许你的那个推荐频道上面 可能会有很多影片 就写着说什么 My That Girl Routine 或是什么How to be That Girl 然后呢 大家的那个影片说说都超像 就是很 字体也很像 就是你会在Pinterest上面找到那种漂亮照片 然后女生一定是穿着那种成套超可爱瑜伽服 然后露出她的那个若隐若现的腹肌 然后搭配看起来很好喝的 感觉一点都不好喝的绿拿铁 然后配上很多沙拉水果的照片 反正就是一切都是完美完美完美组在一起这样 对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然后她直接拍成影片呈现给你看 然后以及她甚至手把手的教你 我们要怎么样变成That Girl 对 其实刚刚提到这些That Girl的组成要素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我有被影响到 我也有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讨论 我们是不是有在潜移默化中 慢慢的学习成为That Girl 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我被影响的点 是非常特定的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 如果是以生活来说的话 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有读过那种什么 五点起床的书 所以我有试过 但是我试过之后发现不适合我自己 就是那个生活形象我真的无法 所以那个我已经很早就放弃 然后绿拿铁是因为我不敢吃水果 所以不可能 那食物我们又放弃 然后再来是 其实That Girl最影响到我的是视觉画面 就是成套的瑜伽服 对我来说就充满了巨大吸引力 然后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说 到底是为什么 我只是从某一天开始就觉得 我好想要成套的瑜伽服 我很想要成套的运动套装 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发现是因为 我看到那些图片 无论是Pinterest 或是IG 或者是YouTube 都是在宣扬这样子的理念 或者是 IG上面的那些KOL 他们如果是符合That Girl的形象的话 他们也会 穿着很可爱的瑜伽服 然后说 每天早上起来 或者是怎样 就是冥想 进行心灵的进化 就是这些行为 我都非常非常推崇 可是我觉得最直接影响我的 反而是那个购物欲 因为其他的事情我都觉得 好像我可以做到 可是那瑜伽服我没有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无法完成这个 所谓的理想人生的 那一块拼图这样子 就是会潜意识的会觉得说 我觉得我就是缺了一套 好看的运动套装 我觉得你刚讲的 这个就很像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 接触到That Girl的时候 我脑中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大学很爱看的 任何Routine系列的影片 然后我就想到 就是当初 就是被那些Routine系列的影片 烧到不行 然后激发我的购物欲 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泡澡球 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买一些 特定口味的香氛 我才可以过得像他们一样精致 过得像他们一样 就是很快乐 但是后来渐渐的发现 就是快乐并不是透过物质 可以改变的 就是很多时候 还是因为 你那个心态上面的转变 所以会决定 你当下的心情 是不是快乐跟舒适的 对 就那个是加成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 百分之百的关键 不是说你在心情沮丧的时候 点一个YouTuber推荐的 香氛蜡烛 就可以变得马上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嘛 那那个东西是大麻吧 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像这样子 没有一个物品是可以那么快 帮助你走出自己的底潮的 对 所以我当初在看到 That Girl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说 其实That Girl最影响到我的 不是物质那方面 反而是整个心里面的想法 就是好像 我如果今天很混乱的话 我只要慢慢的照着这个影片 教我怎么样成为That Girl的 这个行为 我就可以慢慢梳理出 那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对 只是大家在梳理的过程中 一定都会从模仿开始 那你在模仿的时候 你总是会有可能迷失自己 你会以为 这件事情对它有用 那对我一定也有用吧 冥想对它有用 那对我一定也有用 可是我没有想过的是 其实我对冥想是 没有那么熟练的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始冥想 那我在不知道 怎么开始冥想的情况下 我却学习它说 我现在把这段时间留给冥想 名为冥想 但其实我在发呆 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进行的话 那老实讲 它最后会变成一个 很空洞的行为 因为其实刚刚你说到 That Girl 它很大的一个 就是卖点 就是说 它的人生很平衡 所以它不只是工作表现好 或是它学业成绩表现好 它的身体也顾得很好 所以它其实本质上就是 你好好照顾自己 那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 其实都可以 可是现在因为有社群嘛 然后有YouTube 所以这些影片 它的点阅率很高 那你要怎么样去复制 点阅率很高呢 那你是在视觉上面 必须要复制 所以你不只是生活形态复制 你必须连 你穿衣服的方式 你沙拉摆放的样子 或是你绿拿铁怎么做 或是你取景要怎么样 才会好看 其实这完全会影响 其他的创作者 怎么去呈现That Girl 变成是好像 它比较没有所谓的差异性 它有点像是共同意识了 所以其实我记得 有很多人他说 他因为That Girl 让自己反而更悲伤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试了之后 发现 我们所呈现出来的 那个形象完全不一样 就例如说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 不是很满意好了 然后我就穿着 所谓的成套的瑜伽服 然后努力的运动 可是我看着尽忠的自己 我依然不觉得 自己像Pinterest上面的人 一样的时候 我会即刻的感到失落 因为我会觉得 我如果照着你这样做的话 我不只是心灵上面要变得健康 我的视觉上 或是我的生活 整个房间的白色什么的 都可以跟这个人 有一点点的接近 然后仿佛是我 这些东西都要得到了 我才可以得到快乐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很内化的过程 不是说 我表象的认为说 一定要怎样 可是我觉得 那种东西 就是在视觉上面 影响你才会 不自觉的发现 自己对某些东西 有够无语 而你不知道来源是什么 对 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 接触到That Girl 刚好就是 已经精心设计过的 Flog画面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对 所以如果你要成为 That Girl的话 这个生活模式 是我可以参照的 可是我一开始接触到 就是一个非常 漂亮跟完美的画面 所以我先看到 是视觉的东西 我反而会忽略 那内在本质 我可能需要改变 什么样的行为 或改变什么样的思考方式 去帮助我成为That Girl 所以后来我想 如果想要多了解 That Girl的话 我反而会选择那种 我看缩图 我知道那个人 是坐在镜头前面 跟大家分享 那他分享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穿插一些 他生活的片段 可是那个生活的片段 虽然他可能是精心设计过 他至少不会像 其他影片是太漂亮的 对 然后就是 我就很想说 就是我可能早上 在化妆的时候 我就是会放着 我甚至不看画面 我只是想要听他内容 跟我讲 他的That Girl是什么样子 对 我觉得有点像是 你事后回顾 然后你分享 你的心得的时候 那个东西 感觉参考价值比较高 因为其实 我不太确定 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但是 因为其实2017年左右 又对于台湾来讲 是YouTube爆发的一年 所以就是会有 非常多的创作者 然后也连带影响到 很多小朋友都说 长大以后要当YouTuber 那所以其实在大学 或者是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很被鼓励说 你可以试着拍拍看 剪剪看影片什么的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试着 拍过一些Vlog 或是出国玩的时候 多多少少也会拍东西 那其实 我自己有一个 很强烈的感受 就是 无论你有没有 想要拍出一个 取悦别人的影片 当你在拍摄 Vlog的时候 如果你是有意识的 想说我要抓取这个画面 或是我要拍 我自己跟朋友 怎么样的时候 他都有一点点 表演的成分在 他不一定是那种 想要讨好的表演 而是说 因为今天有一个镜头 有东西在看你 有东西在窥视你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意识说 那我现在要讲些什么话 而不是你自己躺在床上 然后耍废 然后一滩肉 躺在那边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当我在看别人 制作的 Dot Girl的影片的时候 我也会很厚色的觉得说 我知道你这个东西 可能带有表演成分 那我到底该相信多少 是不是他只是一个 很好看的电影 我看完可以忘记 就是你其实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 每天都那样过生活 对 因为他虽然说 对这是我的每天 可是 你今天拍出来的这个影片 可能是你精心设计过 你其实其他天 都软烂在家里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 对我今天就是要拍 Dot Girl 我今天要拍一个 很有效率的一天 就是除了Dot Girl 其实还有很多影片是 记录我很有效率的一天 那通常这种影片 他就是会挑一周 他schedule最繁忙的那一天来拍 所以素材很多没有错 也让人家看得很满足 可能我自己喜欢看这种影片 是因为我喜欢 借由看到别人 很有效率的工作 去提醒我自己说 我也要这样子 有效率的工作 跟有效率的控制我的时间 这是我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但是我并没有完完全的觉得 他每天都是这样生活 对 所以我觉得你在看这种影片 你当然可以看 你当然可以从中 找到你值得学习的方式 但是就变成说 不要去过度的相信 那他可能就是这样 对 而且其实因为 现在这一两年 因为疫情嘛 然后很多欧美的YouTuber 他们从很早的时候 开始就必须要被关在家里 那假如说他本来就有 在拍Vlog的话 那他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可能本来每天是可以去这咖啡厅 去找一个朋友聊天 那现在变成他每天都待在家里 那他势必要找出一些新的拍摄的模式 有些人他可能是那种 每天很随性的Vlog拍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会 慢慢的开始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重整 那他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像是That Girl 那可能很多的Vlogger 大家也知道 可能他的外表是比较亮丽的 所以他更加深了 大家对于That Girl的那个形象 就升职人心就觉得 长成这样子的人 然后呢 过着这样子的生活 等于你的人生一切都是胜利的这样子 然后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好像是一个英国的Vlogger 然后他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就开始做很多 关于那种生产力啊 That Girl的影片 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你原本可能在家里关的 就是很忧郁啊 可是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 我对我人生又充满了动力这样子 结果后来因为英国慢慢开放了 所以他也开始有一些社交活动 所以他就会开始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 然后就有很多人是非常失望的留言说 我觉得你变了 就是你变了怎么感觉 好像每天都只会就是出去玩 然后好像变得没有什么 就是在看书 或是自我反思独处的时间 然后他好像就有做一个影片回应说 其实那时候会做那么多关于生产力 也是因为他必须被关在家里 可是社交活动对于人类来说 一样很重要 那他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人的时候 大家要开始指控说 你为什么不生产 就变成是他制造出的那个形象 吞噬他了 我就觉得这很可怕 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大家会因为你做这些影片 对你有更多的期许 因为会觉得说 你的这个生产力影片带给了我们希望 让我们觉得我们也做得到 就有某天发现原来你也有软烂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可是其实没有怎么办 因为他也是人 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刚刚提到 That Girl 很多是在疫情真的非常严重的时候 突然间产生的影片 我就想到说 其实That Girl大部分的内容 就是在教你怎么独处 就是他提供很多给你独处的时候 你可以做的活动 可以自我满足的事情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 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新鲜的 而且能够透过这段时间 更了解自己和乐而不为的感觉 所以又加上那个画面非常的漂亮 然后你也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跟他这样子一步一脚印 我也有机会可以变成像他一样的That Girl 所以你会在一步步就是That Girl 或者是有效率有生产力的一天里面 慢慢的去塑造出自己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想象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环境其实对一个人的改变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今天你有这个环境 也只是刚好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 所以你有机会可以看着这些影片 然后觉得相信自己有办法成为That Girl 可是当环境你只要有一个因素改变了 就像是刚刚术宇讲的英国开放了 那难道你就因为这样子而没有办法成为That Girl吗 我觉得这不是那么单方面非黑即白的事情 就不是说他今天因为开放了 然后他开始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就等于他不是那个That Girl了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流动的定义 比较不会是说 你如果想要当That Girl 你就必须要早上吃什么做什么 然后甚至连行程都有一个特定的样板 你要去遵从这样子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间 是身为一个观看者 我觉得身为观看者 我自己本身就是很着迷于那种 生活很有规律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那种影片看久了 其实我觉得我会陷入一个盲点 就是我还是很容易会把我看到的东西当成全部 就像是我如果看到一个女生 她长期都在做可能That Girl的影片 或者是她长期都在做一些非常灵性的影片的时候 我会相信那个就是她80%的样子 那我看久之后我会反思我自己 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多 或是是不是我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可是其实很多创作者都会告诉你说 她的生活只有10%是你看得到的 那就像是我自己可能也很常会经历到说 可能这一阵子我在家里我特别享受看书 然后下一个阶段我特别享受看剧 下一个阶段我特别享受发呆 可是这不代表我的生产力突然有大幅的下降了 而是可能我生产力突然就是要用别的方式去呈现了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 我可能要去反思说 我是不是把我看到的很多媒体现象当作真实 然后还把那个东西拿来我自己身上去评断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 有些人可能是责怪自己 有些人他可能是责怪那个创作者 我觉得你变了或是你害我怎么样 但其实都不是 其实都是你选择把你的观看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然后还有你选择要不要把那个东西当成你人生的闺孽 奉为闺孽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只是给你看一个意象 可是你却把它当成全部的时候 这其实蛮可怕的 我突然想到之后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好像是在讨论培养习惯吗 就是不要过度苛责想要休息的自己 对 因为That Girl她的影片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她没有给你看她休息的样子 因为她说的休闲时光 其实她是去运动或者去念书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 她的休闲时光是跟朋友聚餐 或者是她就是想要躺在床上玩手机 对 但是她并没有把这么比较平易近人的片段拍出来 但你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放松的啦 可是就变成说 她们的That Girl的routine里面真的缺失很大一部分是 如何在自我时光里面放松跟充电 对 因为大家的充电方式不一样 所以如果她有新增加一个元素就是 其实我是怎么充电的 我觉得可能会让这个形象更具体更完整一点 对 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从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Mixerbox合作推出的 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 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Bonus书从人生特辑 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Mixerbox搜寻 午后女子会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 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而且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最常看的还是YouTube 然后可是这个字 我觉得它突然爆红可能跟TikTok很有关系 然后又因为TikTok它一个影片最长 我不知道有超过20秒吗 是不是甚至没有 其实现在好像可以拍更长的 但是大家还是习惯拍比较短节奏的 就感觉好像你至少在5秒钟之内抓住大家的眼球 对没错 所以其实如果我要来拍That Girl影片 然后我想要在TikTok上面爆红的话 其实我可能真的只能塞那些最好看的 就例如说我一定要穿上最好看的衣服 要让大家瞬间抓住眼球的话 就是早上刚上完厕所马上就要来拍一下自己的很结实的复制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食物又那种漂漂亮亮 不然大家看到一坨菜可能就滑掉了 所以我必须要把我人生中最闪亮的那5秒钟 剪剪剪剪剪剪 所以最后大家看到的是那完美的5秒钟 而且甚至可能是我编排过的 就像是电影拍摄一样连光都是取过的 你看到的是精华而不是全部的我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听到有人讲说 为什么TikTok比YouTube更可怕 就是因为它能够抓住你眼球时间太少了 以至于你都只看到最好的 然后呢你假如说看一两个就算了 如果你看到千百个上面都是这么好看的影片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容易把它当成事实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 光是YouTube影片就足以让我有这样子的烦恼了 那我其实很难想象 如果是那种假如说是青少女 然后看TikTok上面的这些影片的时候 会有多大的冲击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很大程度的反映出 它呈现的That Girl生活 它把它弄得好像很简单就可以达得到 所以如果你没有真实尝试的话 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其实很耗费你的心力 跟就是很耗费你的时间 你会以为说 我如果每天就是花10分钟冥想 我好像人生就会变得更清晰一点 但是你不知道就是冥想 其实要花非常大的心力跟专注力 所以可能你在冥想的一分钟 你就已经受不了了 然后你因为你受不了 然后你停止冥想 你就突然间开始苛责说 我做不到 我成为不了That Girl 我是一个好糟糕的人 就这也是一个 很容易会让人家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的 一个影片的内容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简化了 就是努力的过程 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成为That Girl 那我是不是拥有那个瑜伽服就好了 就是我是不是拥有那个瑜伽服 我就可以变得这么漂亮 我就可以好像运动看起来很轻松 或者是我就可以拥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 而且我觉得反过来想 我记得我忘记我是在哪一个影片里面看到 还是听到这个观念 就是说很多人他们都会期待创作者 展现出最真实的样子 可是最受欢迎的那些影片呢 永远都不是最真实 而是大家心中投射的真实却又理想的样貌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绕口 但是如果要举例的话 就是假如拿That Girl来说好了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比较真实的 有效率的人生 就是有包含休息时间 也有包含你努力向上的时间的话 那那个画面可能就会看起来 就是在一个很平常 没有特别打光取景的家里 然后一个人他可能读书读完之后 滑滑手机运运动 然后可能出去跟朋友见个面 然后呢他人生是很平衡的 可是这样的影片他没有太多的修饰 大家并没有那么想看 所以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 其实你也会挣扎于 你到底要展示出真正的你 还是一个有透过滤镜的That Girl 就我觉得身为就是乐听人 我自己也会很挣扎 因为我可能也是会点那些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比较有美感的东西 但是我接受到的讯息 我却又不喜欢 就是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态 我觉得也是很多创作者 为什么尽管他们嘴巴可能会说 我想要展现出最真实的我 或是其实我没有修图的时候 是长这样的 但是最后他放出来的东西还是修过的 或是还是上过滤镜 然后大量剪辑过的 那就是因为现实的压力 会让大家没办法那么的神圣的去做自己 对因为其实有一阵子TikTok上面 非常流行的一个影片内容 名字叫做 每天提醒你社群平台是假的 然后他的影片内容讲的就是 他会拍一些可能 他小腹露出来的样子啊 然后他的腿毛没有刮啊 腋下毛没有刮啊 然后他头发很乱啊 没有整理啊 在最后对比说他的社群平台的一些美照 是长得就是非常漂亮 超级名模的身材这样 然后我其实心里 一开始我是喜欢看这样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他一部分是在揭露 告诉大家说 女孩们不要太焦虑 你的身材不好 或者是你的身材没有达到 Instagram上面那些超模的身材 因为那些都是修饰过出来的成果 可是当我再去找到这个人的Instagram 然后看到他呈现出来的照片 我就发现他还是呈现漂亮的照片啊 他并不会因为他自己下揭露这些东西 他就拍摄一些不那么完美的照片 放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很老实说的话 这带给我的绝望其实是更大的 对就是有点像是说 所以你是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没有办法在社群平台上 展露最真实的自己吗 对 就是说你可以展露 可是展露的附带条件是 你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得漂漂亮亮 然后再拍那些照片 放在你真正的社群平台上面 你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还是这么漂亮的啦 然后呢 再用一个就是怎么样 安慰自己方式的影片 告诉大家说 没有可是其实我自己下也是这样 就是我在看的时候 我一方面会觉得说 我还蛮感谢至少现在的很多网红跟KOL 是愿意分享自己这样子的两面性的 因为我觉得人本来就是会有 打扮得很体面的时候 跟很懒惰的时候 然后就是可能乱糟糟的时候 可是如果你的社群网站 还是那么致力于在建立一个完美 然后呢 你又拿这个真实的自己 来鼓励别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让 无论是青少年 或是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的大人 脑中是会很混乱的 你会觉得说 所以意思是说 人终究要妥协是吗 而且我觉得会有一个点是说 所以你是告诉我说 就是该修图 对 这其实我看到最后看太多 我就是会一直产生这种疑问 因为有一些影片 它是很简单的 就直接做就是 明星修图前跟明星修图后 这个我就觉得它可能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明星也是人 这个利益是好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直接就是 拍很多那种 看起来很邋遢的影片 但最后你就是 我超美 我就会想说 嗯 是什么意思 我好像没有很抓得到这个影片 想要告诉我的核心观念是什么 对因为这样是不是 反过来就一直说 你觉得露出小腹的你不美吗 头发乱的你不美吗 就是又开始强化 那个很二元的对立 就说这个才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一个是 你要知道我是这样 可是这个东西 不能露出来 对所以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都把社群网站 当作自己形象经营的地方 所以他们 我可以理解他们 不想要po一些 不符合那个形象的照片 那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还不如就 开一个第二个账号 然后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 就是给我看最真实的你自己 但是你一样可以保有一个 你个人页面 就是展露个人形象的地方 我觉得是不冲突的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 TikTok上面的潮流 其实我觉得利益都是良善的 可是 有时候到最后 会让我反而很困惑 就是会困惑说 所以你的初衷 到底是鼓励我们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呢 我越来越看不透这样子 对因为像 That Girl 其实我觉得 她的初衷一定是好的嘛 她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如果你规律的过生活 或者是你规律的 摄取这些健康的食物 你是可以像我一样 看起来非常有条理的 就可能这是 有一部分呢 她就是追求这样 生活好像很被自己控制的感觉 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也期望自己 是可以控制自己生活的人 可是当她没有具体的告诉你 她是怎么达成的时候 而是她一直无限的展示出 就是如何制造漂亮的沙拉 如何就是穿着着漂亮的瑜伽 做着一些 可能会让你长腹肌的运动 就是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你怎么成为That Girl 你只是在呈现 That Girl的形象给我而已 而且那个就是 在那些行动的背后 都带着一个摄影机 就是这个角度要怎么拍 才是一个That Girl的人生 就变成是我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 有一点像是有一个 隐形的摄影机 不断地在窥探我们 就算是要成为 自己生活的主角 也要像电影画面一样 不是你心里觉得是主角 就是主角了 楚门的世界 对对对对 很像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想到我会觉得 有点毛骨悚然 因为这些事情可能是 内化在我们脑中的 我们可能没有很意识地 觉得说 我现在在表演 可是你YouTube影片看多了 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个手机 你那个创作者跟观众的 那个界线 其实是很模糊的 你一瞬间你也可以成为是 拍出That Girl影片 或是照片的人 我刚想到一个 就是因为现在太多实镜秀 所以以前的人 他因为没有那么容易看到电视 或者是他没有那么常看电视 或者他没有那么常看电影 所以他的镜头意识是很低的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就是 活在这样的世代里面 我们看了这么多个 无数个Flog影片 我们看了这么多个 就是实镜秀 明星实镜秀 所以其实一般素人的 镜头意识也是高的 对 所以镜头一来 你可能就会知道 那我现在要比较活泼一点 或者是 那我现在要就是表现 比较端庄一点 就是当你有镜头意识之后 那你再怎么呈现 你认为是真实的自己 都不太可能是真实的自己 对 所以就像是 我们现在其实相对来说 别人可能是被镜头制约 那我们可能就是被麦克风制约 对 当今天有麦克风摆出来了 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那我什么话题不能讲 我有什么话是不太能说到的 对 所以就是 这件事情是一直随时存在的 所以就是 越来越像楚门的世界 但差别只是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楚门的世界里面 对 那其实我觉得 最后如果是拉回来一个 比较梦幻的问题的话 就是如果今天你可以决定 Dead Girl的定义 你会怎么定义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就是在想说 那听完这些之后 我还会想要成为Dead Girl吗 还是 我想要成为哪种Dead Girl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 老实讲 我羡不羡慕那种Dead Girl的生活 我想不想要五点起床 我想 可是我做不到 那这样我做不到 那我有没有办法 把她那样的生活是十点起床 可是我一样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真正的Dead Girl生活 可能是一个时间管理很好的人 对 但是又不会过度苛责自己 跟太过要求自己 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点 完成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在看那些影片的时候 很吸引我的 除了可能外在的 例如说很可爱的瑜伽服 或者是 她的家里摆设 也都非常的简洁 风格很可爱之外 我觉得Dead Girl 很吸引人的一点是 她们的自信自律 然后还有活力 就是因为她包含了运动嘛 所以你的身体 可能是比较有活力的 然后你的气色也是很好的 我觉得我很向往那样子的东西 那我觉得达成气色好 跟健康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觉得中间这些 我就会想要保留 我自己原本的生活习惯 可是我会希望 我的精神状态 是像他们一样 就是通常啦 你从影片里面看到的都是 他们是沉稳的 他们是不焦虑的 然后他们是愿意花时间 好好的安静下来的 就是不要被太多 外在的声音打扰 我觉得那样子的生活品质 是我会想要去复制的 对不对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实实在在的交代就好了 就虽然身为创作者 他也有权利可以 不要告诉大家任何事情 或是他也有权利 想要建立一个个人的形象 可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观众跟创作者之间 是有一个无形的契约存在 就是你给我看什么 然后我相信你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对方愿意告诉我多一点的话 我就不会对于这个人 抱有不切实习的幻想 而是会很共感的觉得说 对啊就是人本来就会心情不好 本来就会有那种让你很焦虑的时刻 那我不会把你的生活当作像是 电影里面一样完美的 去觉得说我要复制 或是你就是这么的完美 可是我无法达到像你这样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创作者 其实蛮有勇气的 我觉得很佩服 而且对我来说 我现在喜欢看的Flog 就是他就算只是记录他的半天生活 但是他过得就是特别的 多彩多姿的话 我就会想要看 但是至少我会告诉自己说 这应该就是他安排好的一个行程 就对我来说 我不会相信他真的每天生活都是这样过 而是我就是对他现在的这个生活模式 有兴趣 所以我看 而不是我就是相信他是这样 所以我看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差别啦 那个意思我觉得超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例如说像是影片我觉得还好 但是如果是IG照片的话 就有些创作者 你可能照片看久了 你就会把那些真的是千万分之一秒那个照片 当做他人生的全部 或是当做他人生很大一部分的形象 那你看久了之后 你可能要不是自我贬低 要不是就是羡慕到不行 要不是就是可能有动 充满动力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照片 他能呈现出来的人生 实相是非常少的 不只是这样 就是也有可能你见到本人之后的 那个失望感很大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 譬如说他很崇拜一个偶像 他会把偶像呈现在 因为目前的那个形象就当做是100%的他 所以当他出现了一个 可能比较负面 或者是不符他形象的新闻 你会觉得自己的世界好像崩塌了一样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样子反而是 把自己放在一个太容易受伤的位置 对 对 所以其实不要百分之百相信那个形象 其实是更好的保护自己 不要那么容易因为对方出了什么问题 或是因为对方做出了什么你出乎意料的行为 自己就觉得失望 然后觉得我的人生毫无意义 而且我觉得反过来说 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说 我希望我展现出来的这个东西 大家照单全收 然后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 你我都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或是至少他不是真正的我 他只是 假如说现在在录这个podcast 他只代表了我对这个议题的看法 但是你不可能听完这一集之后就知道说 啊 宇杰跟舒宇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觉得就是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你可以很客观的去汲取 你觉得他可能这一番言论 或是这个影片里面好的地方 而不会觉得说 我崇拜你这个人 因为通常你说出这句话之后 很容易这个人 或是这个频道 这个团队就会让你失望 对 居然聊到了这里 我觉得是耶 因为你会崇拜他一定就是 他完整了你心中所有 对完美的定义 就是他有点像是 你心中对完美有一个checklist 然后他全部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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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他今天有一项突然间是被化掉的时候 你一定会震惊到不行 想说他变了 他不是这样的 他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透过就是讨论DotGirl这件事情 就是也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了解到说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真的是很表象的 那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 你可以想象大家在社群平台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呈现的生活 真的就是那个冰山的一角而已 最上面的 你不知道就是他下面可能90%的人生不是那样子的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讨论 他因为我们是很久以前就决定要做这个主题了嘛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也变像有帮助我在购物的时候 会去多思考 就是我想要买这个东西 是不是追根就离是有被某一个形象 某一个生活形态给影响 让我觉得我拥有这个东西 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件事情很难面对 因为你想要买东西的那个欲望很强烈的时候 你会不想要跟自己展开这番对话 可是就是因为最近我很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也让我发现了很多 我很想买了很多东西 其实终究我想要的是 他背后的那个生活品质 或者他背后的那个 好像附加价值 可是其实我不需要那些东西 我马上就可以拥有 比如说我只要健康一点生活 或是我多喜欢自己一点 我不需要任何衣服来让我更喜欢我自己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很重要 就是因为无论你有没有听过That Girl 也许你会被其他网路上的影片给影响 也许是知识型的 也许是可能外在很亮丽型的 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有那个意识 你在看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找到欢乐 可是你不太会去拿那个东西来捆帮你自己 然后觉得 这个创作者跟我自己 我们都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才是好的这样子 嗯 就是说 可以多去关 你可以关注他表象的东西 为他带来的快乐跟成就 但是你不要忽略的是他背后的努力 跟他是如何具体做到的 嗯 对 所以就不知道大家 对于That Girl这件事情 有没有任何的困扰 或是任何的向往 都很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说 你自己有没有摸索出一个 比较属于你自己的 例如说例行公事是怎么样做 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 而不是参照网路上的KOL 怎么样教你活出更好的人生 我觉得都很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关于这个主题的心路历程这样子 嗯 就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Instagram 跟我们留言互动 那我们的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是搜寻午后女子会 对 那如果你想要针对我们 特别时间段来做回应的话 那就可以到Mixerbox上面追踪我们 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上会